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律政司強烈填習 強調絕不辜式任何違法暴力行為 警方進入法院調查 有為封而空的單車 消息指被企圖襲擊的裁判官是黃正瑜 曾判處施襲男人非禮罪成入獄21日 事發體早上10時多 兇徒進入法庭 旁聽黃正瑜審理其他案件 突然遲都衝向距離20米的裁判官企圖施襲 裁判官立即閃避 一個停警和兩個等候上庭的警員把兇徒制服 三個警員分別腳刷箱 扭箱 和被刺箱手送院治理 警員之後在32歲怡胸身上和袋內搜出四把刀 又發現六瓶可疑液體和粉末 暫時部分有異言性症 打火機和打火槍都分別有兩個 初步發現怡胸有精神病紀錄 大嶼山一條主要食水管要緊急維修 東沖一大暫停食水供應12小時 到今早上班時間後才灰房 水務處估計12萬人受影響向居民致歉 先看看東沖居民受影響的情況 在東沖日東村居民睡醒後仍然沒有水供應 要下樓去供水車拿水 膠瓶、水桶都出齊 你吃早餐沒有? 早餐 你吃早餐嗎? 家裡有水煮嗎? 沒有啊 沒有啊? 我用茶寶去煮了昨天煮了 用茶? 那怎麼辦? 他們要上河 不少街坊都說很不方便 附近的食肆也都派員工拿水 有食肆就說早餐影響不大 之後也有客人來吃 我們也照常這樣做 廚房也有裝水 也有三幾桶在那裡 那些很大的桶 水務處星期日宣佈 由於一條食水管要緊急維修 東沖市一大夜晚10時起 暫停食水和沖刺用食水供應 涉及五條公共屋村 三個居屋屋院 六個私人屋院 超過200座養房 和東沖鄉交19條村 大約12萬人受影響 調派7架水車 60個水缸提供緊急供水 廚房最初預計 今早6點恢復供水 之後幾次推遲 最終是早10點恢復供水 有當區區議員批評信息混亂 居民的心理 其實他覺得 一開始通知我6點有水 可能我睡醒有水 誰知睡醒就沒有 然後就沖下來拿水 就比較狼狽 寧願水務處一開始跟我們說 他預計愈鬆些 就說12點才有水 那居民 他自己就不會有一個囂張心理 就覺得我睡醒就有水 水務處說 因應事故嚴重性 和受影響範圍廣泛 啟動了緊急應變機制 聯同民政事務總署和關外隊等等 一起處理 無線電視記者何思義報導 水務處說 今次主幹水管有多處浸流 令維修時間交易宣傳 還會向發展局提交調查報告 我們就著今次事故來說 對東涌市民帶來的不便 表示協議 並感謝市民的體諒 水務處處長周恩樂 交代停水成恩 說上個星期六接獲報告 長東路近小豪灣淚水廠對開 一條1990年代鋪設的 鋼製主幹水管出現滲漏 由於埋藏在地底四米深 直徑達到一米二 第一日檢查找不到滲漏點 到星期日滲漏情況惡化 於是安排在通宵 非用水高峰時段維修 不過工程較預算時間長 所以要多次推遲 預計恢復供水的時間 因為通常去喉管爛 或者有漏點 通常就在頂部或者側邊 原因是因為有受到震盪 容易在那裡損毀 但這次在喉管底部 有損毀來說 這是比較特殊 而且我們發覺 不單止有漏點 有幾個漏點 我們有調整完工時間 恢復供水時間 我們在網頁有做 但就此方面 其實我們都對東沖居民來說 就表示一個協議 他相信並不是喉管路化 導致滲漏 但就會檢視長東路其他水管 有沒有類似情況 盡快向發展局提交報告 而儲方已經計劃在主幹管安裝感應器 收集數據分析 如果發現水壓罩便可以及早處理 水務處說為了配合東沖東新市鎮發展 僅是興建新的配水庫 預計明年終員工 到時可以和現有配水庫互補不足 增強供水人性 無線電視記者何思義報導 外匯基金頭三季投資收入超過2200億 已經接近去年全年水平 金融管理局外圍環境多變 期望第四季外匯基金能夠保持正增長 受惠內地推出政策組合決 帶動投資氣氛 外匯基金第三季賺1146億 較第二季增加1倍7 綜合頭三季 投資收入2247億 已經接近去年全年2260億 上季債券投資進漲最多 有664億 期間恒指大升超過3400點 香港股票賺219億 其他股票有182億進漲 外匯也按櫃紐規賺81億 金融管理局總裁余偉文說 外圍環境多變 當局會小心監測市場情況 期望第四季外匯基金能夠保持正增長 在宏觀環境方面 譬如說美國減息的步伐 會否有所改變 內地的經濟刺激措施 大家都知道這個禮拜是開人大常委 市場都期望會有多些了解 這些刺激措施的落地是否落到 和成效是怎樣呢 亦都是一個變數 這個亦都幾乎影響到 內地的股票 香港股票 甚至亞洲股票的表現 一些地緣政治有關的變數 所以我們盡量 可以做到一個好的成績 美國總統大選選情不明朗 余偉文說 在未有正式結果之前 外匯基金會採取較防禦性的投資策略 中間有一些爭拗 都對市場會有多大影響 而他們選完之後 究竟那個競選人 他的政綱走出來會怎樣說 市場反應其實也會有多大的變異 其實不只是我們 你如果問市場有不少投資人 都其實在他有結果和明朗性之前 盡量把你的投資做得防禦性一些 盡量靈活一些 還有希望可以激動一些 這也是我們外匯基金正在做的事 另外外匯基金投資 第三季支付給財政儲備的款項30億 頭三季合共支付100億 無線電視機就是一路平安報導 看看港股收市表現 恆生指數收市是報20567點升61點 總成交超過1162億 再會有港股收市價 應付基金升6先 騰訊控股跌2毫 小米集團沒有升跌 阿里巴巴升1.05元 恆生中國企業升2毫 南方恆生科技升4千8 美團升1毫 中芯國際升1毫 比亞迪股份升9.8元 建設銀行跌6先 下其他主要藍袖股表現 匯豐控股升3毫 油邦保險跌3毫 中國移動跌1毫 香港交易所升3.2 香港中華煤氣升5先 恆生科技指數報4532點升48點 歐洲股市倫敦富士100指數升42點 巴黎克指數升15點 德國Dex指數跌9點 歡迎新聞時間 政府計劃立法規管劏房 房屋局局長何永延放下個月會展開諮詢 之後盡快向立法會提交法案 由議員關注政府會否資助劏房業主改建 部分一些舊式樓宇 可能因為結構的關係 是很難去符合到標準的 政府會否考慮 即是會提供一些資助計劃 去幫一些業主去做過渡 業主他將單位分間出租 其實他的收益是給他一個單位 不分間出租是會高 所以應該由業主負擔相關費用 政策出台之後 我相信也有些無良的業主 可能因為這樣的原因 會要求租客離開 他們今天都受劏房租管條例的保障 如果有些業主是不合規的 其實隨時可以聯絡股價處 兩萬元新生嬰兒獎勵金推出一年 至今接獲近兩萬七千個申請 政府說出生率又上升 一年後會檢討計劃 去年施政報告提出 向每個合資格新生嬰兒的父母 發放兩萬元現金獎勵 截至上個月底 已經有二萬五千人獲發獎勵金 合共大約五億二千萬 勞工及福利局向立法會交代 今年六至九月 有近一萬二千個嬰兒出生 較去年同期順升近一成 不少議員關注會否有更多政策鼓勵生育 是否可以推出外傭開支的扣稅額 因為如果我們要在雙職家庭裏 令到爸爸媽媽 尤其是媽媽願意出來做事 外傭不止只照顧新生嬰兒 因為香港我們老人家的主力 照顧其實都是外傭來的 視乎整體政府的財政情況 可以再去離定 那怎樣令到他們上山 其實是無非一個氛圍 這個什麼氛圍呢? 小朋友很可愛 是一個小鄧家錶 可不可以將你所有的政府辦公室 加多些嬰兒照的佈置 令到公務員上班 就看那些嬰兒很開心 這樣就不要加班了 回家陪伴老婆 這個建議很創新 我們回去和我們公務員事務局 看看可不可以找多些嬰兒照去貼出來 我自己有貼的 但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材料 政府計劃推出獎勵 今兩年之後檢討 另外明年起 育有三歲以下子女的公務員 肯有三日育移駕 局方說會監察情況和總結經驗 如果合適會再向全社會推廣 毛詩妮士記者 澤宇文報道 城方濟各大學通過評審 成為本港第二間應用科學大學 校方期望應用科學課程 能夠有業界參與 為學生開拓更好的就業出路 未來我們更加會做更加多的應用學位 包括明年希望我們開到這個 最及安保科學 Firm and Security Science 高登文憑 和學士學位的課程 另外把現有的課程 都轉為應用科學學位的課程 分別在哪裏 分別是我們有的學位 就會特別和業界很緊密的聯繫 從市場的需求 課程的策劃 課程的推行 課程的評估 和學生的就業 都有業界的參與和意見 有機構舉辦港島環島有就本 免費一免 開辦免費的游泳班 提升香港游泳的普及率 Josephine由菲律賓來香港做家庭 8年前參加免費游泳班 學會游泳之後 參加過多個本地比賽得獎 It makes me happy Because at my age I'm already 54 But I'm still I can say that I'm not healthy But I don't have any medication or something And also it's a good to swim with your friends 她和其他參加了環島遊的泳手 這天在沙灣備戰 浸大十年前做的統計發現 香港的中學生有接近一半不懂游泳 他們希望可以維持出一分力 我覺得是有些震驚 我覺得游泳其實是每個人都應該 懂得很基本的一種技能 因為我們是在香港 周圍都被水包著 有甚麼事其實是可以救回自己的技能 We went through one quarter 主辦環島遊的機構 十年前起開辦免費游泳班 最初對象以小數族隊為主 近年擴展本地低收入家庭 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等等 累計令大約3500人學會游泳 他們都會去教他們自己的朋友 所以其實滲透性不只是我們這個機構去教人 那麼簡單 是一層一層我們教完 第一層他們都會出去再去教下一層的人 變成其實對香港社會的影響 漸漸會見到越來越多 今年是他們第二次舉辦環島遊 30個參與泳手星期五凌晨下水 圍繞香港島遊45公里 目標籌到350萬 開辦更多免費泳班 主辦方說市民對游泳有很多不同的誤解 例如覺得冬天游泳會很冷 但其實冬天水的溫度比地面更高 希望透過活動讓大家了解多些 無線電視記者何思義報導 大家好 我是王詠琦 一個男人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裏 遲都企圖襲擊一個裁判官 裁判官及時避開 三個警員制服兇徒時受傷 律政司強烈填襲 強調絕不辜息任何暴力違法行為 警方入法院調查 又圍封疑空的單車 消息指被企圖襲擊的裁判官是王正瑜 曾經判處施襲男人非禮罪成入獄21日 自發在早上10時 疑空入法庭 旁聽王正瑜審理其他案件 突然拿46厘米長的刀衝向裁判官企圖施襲 裁判官立即閃避 一個停警和兩個等候上庭的警員 將兇徒制服 警方初步發現32歲的疑空有精神病紀錄 並在他身上和袋內搜出四把刀 六瓶可疑液體和粉末 暫時發現部分有異然性質 打火機和打火槍都分別有兩個 亦有紙張和裁決書 案件中或紙張中 我們看到他都牽涉到 對這宗案件裁決的不滿 當然我們再對他身上的身份證資料 和裁決書後 發現他就是這宗案件的本人 看到這宗非禮案件 在2020年發生 我們看到這宗案件已經處理完畢 即是就着審訊和裁決都已經有 我看回現在這宗案件的階段 就應該在等候上訴 即是在等候中審 等候高等法院 應該在離開的階段 他又說九龍城裁判法院 未有任何安檢 官眾席和裁判官面前 其實都真的不是很遠 其實都可能大約 大概去估計 但只是說20米左右 所以其實距離是對的 真的有一段距離在 但這個距離並不是太長 所以你也看到裁判官是可以走避得及 由於當時情緒有點不穩定 現在就送往在伊利沙伯醫院裏 去接受治療 我們初步翻查裏 都看到他過往也有接受過 政府精神科醫生的治療紀錄 至於什麼時候覆診 這些資料暫時沒有 三個警員分布腳步擦傷、扭傷 以及被刺傷搜捕 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 律政司對事件寓意強烈譴責 強調不會估計任何違法暴力行為 又說如果有法官因為履行司法職能 而受到恐嚇 尤其是涉及任何形式的暴力 警方必定會嚴責執法、執法必嫌、違法必救 無線電視記者彭榮熙報導 大嶼山一條主要食水管要緊急維修 東沖一帶暫停食水供應12小時 去到今早上班時間後才佩服 水務處估計12萬人受到影響向居民致欠 先看東沖居民受影響的情況 在東沖日東村 居民睡醒後仍然沒有水供應 要下樓去供水車拿水 膠樽、水桶都出齊 不少街坊都說很不方便 最慘的是沒有廁所沖水 兩水都沒有 食水和廁所水最大的廁所水 大便都不知道怎麼搞 現在要下樓去公廁那裡頂住 附近的食事也派員工拿水 有食事就說早市影響不大 早上回來也照常營業 之後也有客人來吃 我們也照常這樣做 廚房也有裝些水 也有三幾桶在那裡 那些很大的桶 水務處星期日宣佈 由於一條食水管要緊急維修 東沖市一帶夜晚10時起 暫停食水和沖斥用食水供應 涉及五條公共屋村 三個居屋屋院 六個私人屋院 超過二百座洋房 和東沖鄉郊十九條村 大約十二萬人受影響 調派七架水車 六十個水缸提供緊急供水 廚房最初預計 今早六點恢復供水 之後幾次推遲 最終是早上十點恢復供水 有當區區議員批評信息混亂 居民的心理 其實他覺得 一開始通知我六點鐘有水 可能我睡醒有水 誰知睡醒就沒有 然後就沖下來拿水 就比較狼狽 寧願水務處一開始跟我們說 他預計愈鬆些 就說十二點才有水 居民他自己就不會有一個囂張心理 就覺得我睡醒就有水 水務處說因應事故嚴重性 並同受影響範圍廣泛 啟動了緊急應變機制 聯同民政事務總署和關外隊等等 一起處理 無線電視記者何思義報導 水務處處長黃恩樂解釋 要幾次推遲預估恢復供水的時間 是由於水管有多處滲流 這次在喉管底部有損位 這個是比較特殊 還有我們發覺不單是一個漏點 有幾個漏點 所以這個來說 我們要處理幾個漏點 我們時間性是長了 我們做完喉管之後 一般來說都要做沖洗 因為確保水質來說 才安全提供給市民使用 因為這次來說 供水的範圍很龐大 我們要沖洗喉管來說 都是預算比我們原先的預算時間多了 所以我們需要調整我們恢復供水的時間 我們一直調整我們的原告時間 恢復供水時間 我們在網絡上有做 但就此方面 其實我們都對東沖居民來說 表示一個很協議 全體美國大選進入關鍵階段 兩黨總統候選人盡最後努力 去到多個搖擺收拉票 共和黨的特朗普再展示語言暴力 呼籲槍擊假新聞媒體 民主黨的賀錦麗已經提前投票 他呼籲選民為子孫著想 作出正確選擇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 星期日到搖擺州中掌握最多 有19張選舉人票的賓夕法尼亞州拉票 他指著圍著他的防彈玻璃 又用手比說玻璃有多厚 之後再指向在場採訪的記者 說要槍擊假新聞 又形容民主黨做惡魔黨 特朗普競選團隊之後發聲明 說特朗普不是針對媒體 而是民主黨的危險 而言論 特朗普之後到北卡羅來納州拉票 期間他取笑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 希望我們快要解除 Mitch McConnell 你能相信他推薦我嗎 這應該是他的生命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 星期日就到另一個搖擺州 密歇根州底特律士的教會拉票 呼籲信眾投票以決定國家的未來 何錦麗有爭取州內的阿拉伯裔選民支持 承諾若果當選總統會嘗試結束加沙戰士 落實兩國方案令巴勒斯坦人享有自治 他在社交平台上發布影片 說自己已經郵寄選票 呼籲民眾也應該盡快計劃投票 全美已經有超過7700萬人提前投票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最新民調顯示 特朗普和何錦麗的支持率同樣是四成九 而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的民調 說何錦麗的支持率有四成八 輕微領先特朗普一個百分點 無線電視記者呂曉雪報導 美國大選前 華盛頓警方在多處主要建築外架設圍欄加強暴行 工作人員在白宮、國會和副總統官底外 架起大約2.5米高的鐵欄 希望防止選舉日可能會出現的混亂 華盛頓警方說暫時沒有發現可疑的威脅 說沒有必要警方 已經動員市內全部3,300個警員 確保街上有足夠警力 但不少市內的商戶都擔憂 會重現2021年年初的國會騷亂 以致行交固窗戶和出入口 有情報官員警告 俄羅斯和伊朗不可能會在大選期間 鼓勵暴力抗議活動 翻新新聞時間 晨週18號飛船返回艙 凌晨降落在內蒙古東風著陸場 三個航天員健康狀態良好 已經反抵北京接受全面醫學檢查和優養 晨週18號三個航天員 葉光芙、李聰和李廣蘇 在反梅艙內為著陸作最後準備 載人飛船軌道艙 凌晨大約零時34分和反梅艙成功分離 之後進入黑象區 反梅艙主傘在凌晨打開 1點24分在內蒙古東風著陸場 預定位置順利降落 負責搜救的空中分隊的直升機 大約五分鐘後 飛底反梅艙位置 而地面分隊在反梅艙降落後 無奈抵達現場 隨後打開反梅艙艙門 工作人員檢查 航天員的身體情況 在著陸大約半小時後 指令蔣葉光芙首先出艙 他成為中國第一位 累計飛行時長超過一年的航天員 我們神州家族太空接力 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 中國人在鬼柱流的時間 紀錄將會很快被刷新 李聰 李廣蘇緊隨其後出艙 我們一定會盡快恢復 爭取早日投入訓練 再次回到浩瀚太空 我們都非常享受 師眾帶來的別樣體驗 從太空家園返回地球家園 既有回家的興奮和開心 又有對太空的留戀和不捨 神州18號航天員成組 在鬼柱柱流192日 創造中國航天員在太空柱流最長紀錄 期間進行了兩次的出艙活動 首次出艙時間達到8個半小時 刷新中國航天員單次出艙活動時間紀錄 無線電視機仔曹嘉榮報導 臨近美國大選人 社交平台上出現不少涉及選舉的虛假資訊 聯邦調查局特別提醒民眾 兩段有關選舉舞法 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像夫任德皇的影片 內容不慎企圖干預選舉 涉及美國大選虛假資訊的影片 由社交平台X的用戶發佈 其中一條片長近40秒 由7張相組成 包括穿著印有聯邦調查局上衣的人的照片 並附上文字聲稱聯邦調查局 已逮捕三個操縱遊递選票的團體 又說一些近期去世 和90歲以上的美國公民身份被用來偽造選票 影片最後將矛頭指向美國民主黨 說當局不知道美國國內 還有多少這些幫民主黨辦事的團體 另一條虛假資訊影片 關於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的丈夫任德龍 內容說聯邦調查局近期收到大量電郵 要求調查任德龍和美國國防設備生產商 諾歇馬丁的關係 但當局不打算作出調查 這些影片右上方都有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標誌 甚至在片尾附上當局真實的網站連結 企圖辦是官方片段 美國聯邦調查局星期六發聲明 強調這兩段影片內容不實 並不是由當局發放 說這些虛假片段試圖欺騙公眾 和削弱美國選舉的可信性 英國廣播公司就報導 這類虛假資訊影片多個月來幾乎每天都在網上出現 近期題材主要關於美國大選 報導說有分析公司調查之後發現 這些影片是位於俄羅斯的公司製造 但不清楚是否涉及俄羅斯政府 而俄方已經說任何關於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的指控 都是無根據 無線知識者 梁明珊報導 美國保護主義抬頭 增加關稅影響物價 邊境政策受帶來額外的公共財政負擔 更加衍生人道危機 李卓謙在美墨邊境沙漠地帶提過 這裏墨西哥和美國一步之遙 這裏難以逾越的高場 阻擋非法移民進入他們夢寐的自由國度 最高近10位的鋼場俗稱特朗普場 由特朗普在任總統的時候下令去起 花費8億計美元 維修費每年估計要7億美元 全天候有巡邏隊看守 除了主體結構 圍牆上面亦都加裝了可以戒傷人的鐵絲網 採訪隊逗留在圍牆一帶兩天 雖然未遇到爬牆的非法移民 但每過大約幾百米 就會見到剪斷了的鐵絲網 和勾在上面的衣服 美國的邊境全長3100多公里 即是更遠過由香港去到東京 特朗普說要在這裏全線都起了圍牆 不過由他拍板到現在五年 只是起了當中的大約兩成 今屆大選 兩位總統候選人多次就非法移民問題 針鋒相對 特朗普傾向更嚴格限制和審查難民庇護申請 賀錦麗都提出私家更嚴厲罰則 但是就說要保留人道主義考量 我們有燈光燈 所以人們可以在夜晚看到 最多的移民都會移動 沙漠高溫 統計說單是阿里桑那州邊境一帶 平均每年至少發現過百具非法入境者屍體 這個組織2000年開始 在難民偷渡熱門路線沿途撤水站 不過社會嚴重撕裂 近年水站曾經被人刺穿 塘鴉寫上有毒甚至遭到暢擊 這是一症恨和恐慌 你們害怕什麼 他們在逃避的事 比想要避免沙漠中 我們保留他們活動 這是最少的我們可以做 因為水是人權 組織批評美國近年政策 和過往理念背道而馳 美國經常會歡迎 逃避免沙漠 這裏會令美國好 是讓人們來從世界各地 和我們社會 這裏的危機 不是政治 不是犯罪或逃避 這裏的危機是美國 已經失去心 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謙 在美麥邊境報道 澳洲聯邦政府面對國防預算不足 可能取消總額70億澳元的 軍用衛星通訊系統開發行物 澳洲聯邦政府計劃未來10年 國防開支折合近1萬7千億港元 其中涉及軍用衛星系統 包括為戰機、戰艦和陸軍裝備 創建數據網絡的長期預算 最多大約是70億澳元 折合大約360億港元 據報當局計劃 今個禮拜內宣布 取消開發衛星通訊系統 原因和技術及成本上升有關 有消息人士說 政府沒有足夠預算去啟動項目 聯邦政府在去年4月 挑選美國國防設備生產商諾歇馬丁 透過3至5枚衛星 組成應對網絡和電子戰的衛星通訊系統 必視為澳洲有史以來最大型的太空航母